全國的觀眾 全國的投資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決戰籌碼 你好 我是謝宜文 今天大盤大漲200點 大致上還是沒有逃離 所謂的高檔震盪的區域 不相信的話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K線圖 今天漲200 那雖然可以看到漲200點 大家感覺到好多股票都在漲停 可是各位投資朋友 上市公司上位公司 有哪一檔股票 漲得像貝利一樣兇嗎 到今天為止 今天盤中觸及到第七支漲停 這個差一點點 收盤的時候差一塊錢 差一點點漲停 我想請問各位 哪一檔股票比它還要來得飆 而且絕對讓你是買得到的 電視上也是介紹得到的 會員也真真實實地去買的 那當然漲上第五支漲停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不要去追了 那有這個LINE裡面的投資人就說 老師啊如果你第五支 你還叫我去追的話 你看我現在還賺兩支 那你六十幾塊的時候你不去買 你說謝老師跟你說明天要破百了 我叫你去買破百 沒有錯啦 你到今天為止大概是賺了二十塊 那你為什麼六十幾塊不去買呢 你為什麼五十幾塊不去買呢 那個時候很好買啊 那時候大家都沒有背力 現在每個老師都有背力啦 是不是 那你說漲到一百塊了 我還要叫你去買 那你就看漲 你就直接去追就好了 你根本不用問我 你也不用看我節目 只會帶你追高沒有用 不是不能追高 是不能只有追高這一招 如果你要追高那很簡單 你就看到今天快要所漲停的 去賭它明天會不會漲停 你今天就追下去嘛 很多老師也是這麼幹這麼做啊 今天快漲停的就扣下去 反正我們來賭一下 明天會不會漲停 今天強勢的股票 明天會不會繼續漲停 會不會繼續強勢 你不是不能追高 我再講一次 你追高你要追的有意義嘛 今天如果我是八十幾塊 九十幾塊叫你買 那一百塊我或許還會叫你買 我們已經買了六十幾塊了 各位的這邊 我已經買了六十幾塊了 你還要叫我去追高 我要怎麼追 那有沒有進電腦 請問你我要怎麼追 這不是沒說嘛 這不是沒有暗示嘛 我們國內外全 全球裡面有250 國內大概有250家上市公司 上規公司 有跟他做 有跟他做所謂的 資訊軟體的合作 包含資安 包含雲端 包含AI 我們還舉例了 什麼全家啦 什麼星光三月啦 什麼連牆啦 這個國外的話 有甲骨文啦 有這個麥克蘇夫 都有跟他合作 那這個時候 叫大家去買 不是很舒服嗎 你一定要等到說 我跟你講 第五根漲停的 明天可能會破百 所以明天還要去買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不是去怪別人 怪投資人怎麼樣 就是說 如果你跟到一個 只會去追高的老師 那太簡單了啦 檯面上很多老師 反正就追漲停嘛 明天賭一下 看會不會漲停啦 對不對 那我大致上不是這樣子的 我不是這樣的投資 我不是這樣子的分析師啦 如果要追高 我也跟各位講 我說明天送你漲停 就像我們貝利一樣嘛 我們說明天送你漲停 那我要帶你去追 我要帶你去做 我講得很明啦 到今天為止 第七根漲停 從情人節開始 告訴你要送你漲停 到今天已經第七根了 那你說不帶你去追 有沒有做其他的股票 我們有沒有帶你去做 那個這個 士林夜市的這個美食 藥頓排骨 我們也講了很多故事 有這個投資人說 老師我沒住在台北 我怎麼知道士林夜市在哪裡 士林夜市裡面有什麼美食 我怎麼可能知道 但是老師我google一下 我稍微看一下 我還真的知道 有個叫做食拳排骨 那你看今天食拳是不是又大漲 今天是不是又漲停板 那這個不是 我覺得今天漲停板 也是在意料之中 我們說量價關係啦 就決戰籌碼來看啦 我覺得配合得非常得宜 4967的食拳 這個士林夜市的藥頓排骨 食拳藥頓排骨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吃過啦 重點不是說今天漲停怎麼樣 是各位投資朋友 有一天大拉回你知道嗎 有一天大拉回你知道嗎 大拉回謝老師跟各位講什麼 我說今天藥頓排骨 這個沒有什麼表現 但是沒有關係嘛 我說沒有關係 為什麼這個量價配合得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我說沒有 我說我敢跟各位保證 這個往後還有高點 言由在耳吧 不敢說漁音落糧啦 至少言由在耳吧 這個話你一定都聽過嘛 剛才我講那個貝利 什麼國內什麼250家 上市礦貴公司 那個故事你都聽過 那個都是之前 如果你看我的節目 我講出這幾段話 你一定都 老師他真的有說過 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不一定答 對不對 那不是說只會帶你去做追高 還要判斷嘛 如果沒有判斷能力 那老師什麼叫判斷能力 一檔股票 如果說這一檔好了啦 從這個三十幾塊 漲到四十幾塊 快要五十塊 大概漲了大概 我們就算這個四成好了啦 如果一檔股票 我只帶你買一次 那你就只能賺四成嘛 你只能買那個張數的四成嘛 什麼叫判斷 如果一檔股票 我除了帶你買一次 買兩次買三次 我是帶你買三次前的四成 不是只有帶你買一次前的四成 那個差異性多大 這個中間在判斷什麼 什麼股票還可以持續買 什麼股票還可以加碼嘛 如果只有帶你買一次 抓到一檔標股 那又如何 能夠賺多少錢 除非你抓到像貝利那種 六五幾塊直接標到120 每天都不會想要賣 因為每天幾乎就是 玩家就是要漲停板 對不對 只是賣掉以後 是賺多跟賺少的問題 我早一點賣就少賺一點 我晚一點賣我就多賺一點 除非你是遇到這種沒有辦法 不用判斷的股票 可是大部分的股票 中間都是怎麼樣 會有洗盤 會有曲折 會有震盪 有時候大盤不好 有時候美股不好 有時候整個市不對 有時候資金做轉移 當它不如你意順勢下跌之時 跟大盤的比較 相對是強勢還弱勢 它的量價關係是如何 這個就要判斷嘛 這個判斷點重不重要 當然很重要啊 如果你一面的追高 是把你成本墊高 如果拉回來修正 你又發現這檔股票 是可以再持續做加碼的 像實權這樣 在DNC前面我直接跟大家講 我直接跟我的會員講 請問你拉回來那天 我有沒有帶你去做加碼 所有會員 Anytime 那一天 有沒有帶所有的會員去做加碼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判斷啊 你老是做得到做不到 元宇宙的股票 AI加元宇宙 宏達電威盛 威盛都是我們的基本持股 唸一下給大家聽 所有會員聽好 我有講任何一個價位不對 麻煩請你修正我 麻煩請你來我們公司辦退費 64塊有沒有帶你去買 65塊有沒有帶你去買 70塊有沒有帶你去買 72塊有沒有帶你去買 79.8有沒有帶你去買 79.8有沒有帶你去買 威盛的買價 今天多少錢 葛董這邊有 從64 65開始買 總共買了5次 我禁告所有會員 如果我跟你對價格 哪個價格不對的話 麻煩請你來我們公司退費 今天多少錢 一檔股票買 他是買什麼東西 你的期望 你的希望在等你 你在等待什麼 你老師頭腦夠不夠清楚 他的邏輯理論基礎夠不夠深 道理原因在於哪裡 為什麼元宇宙 為什麼低軌衛星 為什麼AI 是我們的基本持股 看到它的產業前景往上 當然你可以選擇電動車 可是太多人做 只有部分股票會漲 電動車的股票我有在做 可是怎麼樣 此一時彼一時 籌碼在哪裡先做哪裡 就這麼簡單 剩三分鐘了 謝老師要真正跟各位講 二月快要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要鎖定什麼 我們要鎖定未來 包含政策 包含題材 包含營收會很好的公司 老師 我怎麼樣能夠在報紙上發現 雜誌上發現 抱歉你得不到 謝老師不是有內線 可是我總是可以比你早知道 我要去鎖定 聚焦在3月10號之時 公佈什麼營收啊 訂單啊 或者是題材的一些公司跟股票 我提早在二月底先跟各位講 為什麼 我如果沒有做到領先市場 我如果沒有做到提早的話 那我來這裡幹嘛 我早10天告訴各位 有跟各位講的一檔嘛 二月份營收會嚇死你的公司 應該嚴格的講點叫年增 老師你怎麼知道那麼細微 你不要問太多 先買就對了 老師還有沒有這樣子的股票 來吧 老師還有沒有這樣的股票 就籌碼來看主力還沒有走 大戶還沒有走 那這幾天剛好先做一個拉回修正 那像這樣類似做突破以後 做拉回的股票 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進攻時機 就是你在儲存糧食的時候 因為你在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 連大戶主力也都在怎麼樣 也都在做存糧的動作 趁著逆勢之時 人家好他不好 可是人家在不好的時候 大盤在不好的時候 我告訴你他就拉上來了 來鏡頭給我 這張股票千萬不能讓大家知道 我跟你講太可愛了 我跟你講太可愛了 北米不到十倍接到大訂單 北米不到十倍接到大訂單 今天如果你打電話進來 把這張股票拿回去 今天如果你加入我的LINE 你把這張股票拿回去 可是各位抱歉 你一定要答應我一件事 老師什麼事情 不能把這張股票外流 尤其是接到大訂單的事情 我告訴你 3月10號之前 你會聽到這樣子的information 就籌碼來看漂不漂亮 非常漂亮 剛剛給各位看了 底部5K之內出現了 四次強烈的買訊訊號 有沒有拉回的機會我不敢講 今天所有打電話進來的觀眾 所有打電話進來的投資人 加入我LINE的投資人 麻煩你拿到這張股票 請你一定要怎麼樣 節身之愛 告訴你自己不能跟別人講 尤其是接到大訂單的這種事情 把這張股票不要外洩 加入 謝宜文謝老師的LINE 我們明天見 等節目資料請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先鮮評估 硬次負投資風險